昨天还活生生的智力障碍男孩 今天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男孩的哥哥心情极其沉重 一旁的房东说的话让他彻底破防 因为男孩智商只有十岁 所以死因被警方定为意外溺亡 可傻子都看得出来 男孩明显生前遭受了暴力殴打 哥哥气不打一处 把房东当出气筒 哥哥被房东对得无言以对 因为他确实漠视了家庭 可更雪上加霜的是 奶奶看着满是伤痕的弟弟 伤心欲绝 不久后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家里只剩下了哥哥一个人 截然一身的哥哥 决定拼死替弟弟报仇 通过监控得知 殴打弟弟的是一伙混混 如今已被关进了少管所 而且警方之前的调查显示 弟弟确实是在生前确实遭受了暴力殴打 死后被凶手扔进了蓄水池里 最让哥哥耿耿于怀的是 其实出事那晚他曾经收到弟弟的求救 但当他赶到时 弟弟已经离世 为了报仇 哥哥故意犯罪 最终被送进了少管所 与赵老师相识 赵老师是负责心理疏导的专员 也是哥哥今后的班主任 尽管赵老师好生好气地说话 但哥哥对他始终视而不见 仿佛赵老师不存在 赵老师见状关闭了录音笔 向哥哥透露了他曾经认识弟弟 这让哥哥终于正视了赵老师 赵老师告诉他 他曾经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每周日都会去哥哥家 只不过哥哥每次都在外忙 所以对此并不知情 而他久而久之与弟弟建立了熟络 还教导过弟弟 赵老师猜到哥哥进少管所 是为了报仇 劝他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哥哥听完情绪激动 表示凶手杀害了弟弟 却动用关系篡改了死因 他坚决要为弟弟复仇 于是 哥哥刚进教室 便冲到后口 有凶手的发生 我不停地问候他们家人 很快 他被带到走廊接受管教 一个被称为疯狗的韩老师走了过来 不停在给他们洗脑 说他们不是学生 而是罪犯 必须遵守他的规矩 他的指令就是命令 所有人必须听从 接着韩老师要求学生 知道错了就学狗教 这样才不会被体罚 哥哥一副看智障的眼神 看着韩老师 没有料到旁边的人 居然真的学起了狗教声 韩老师见哥哥不为所动 直接给了他一记重击 但哥哥不服管教 韩老师拿出铁棍 将哥哥打倒在地 然后狠狠地踩住他的手 不停地抽打他 哥哥的脸变得轻子 赵老师看不下去了 连忙制止了韩老师 否则哥哥真的会被打死在这 虽然哥哥不再挨打 被关进了禁闭室 但他想要报仇的意志丝毫不减 哥哥放出禁闭室后 直奔医护士治疗伤口 趁机偷走了剪刀 准备宰了那群凶手 这时 凶手一号正在厕所嘲笑哥哥 让小弟阿焕把门 殊不知阿焕已经被宇航控制 全程听到了一号对弟弟的嘲讽 哥哥的怒火瞬间生疼 他拿出剪刀 冲进厕所痛打一号 一号赶紧解释他没有杀害弟弟 但哥哥不信 直接用剪刀刺向他 就在这时 赵老师赶到阻止了哥哥 劝他不要在少管所内继续犯事 不然他的人生就完了 然而哥哥早已了无牵挂 眼看一号要溜 哥哥一拳打倒了阻拦的赵老师 但随即被韩老师制服 然后再次被关进了禁闭室 半夜却遭到二号的袭击 为了保命连忙解释平安夜那天 他们只是去找便利店老板算账 但弟弟要报警 他们这才打了弟弟 并没有杀他 哥哥不相信施暴者的话 说着哥哥准备杀掉二号 但就在此时 韩老师突然出现 用电击枪击晕了哥哥 看着哥哥为了复仇满身伤痕 阿焕有点看不下去 给了哥哥止痛药 结果阿焕遭到施暴者欺负 到了晚上 哥哥无意中发现了阿焕 居然在用身体跟韩老师 交换烟和零花钱 于是第二天 哥哥偷偷找到了阿焕 让他别为迎头小利丧失了底线 阿焕表示自己是为了生存 接着他还把哥哥骂了一顿 原来 阿焕是弟弟的好朋友 他知道哥哥很讨厌弟弟 出事的那天下午 和哥哥约好过圣诞的弟弟 一直在餐厅等哥哥 可哥迟迟不来 弟弟认为哥哥是太忙了没法来 决定要帮哥哥分担压力 于是去便利店打工 可结果一去不复返 哥哥听到这傻眼了 他几乎不回家 完全没想到智障的弟弟 居然会为了自己去打工 这让哥哥对弟弟的愧疚 更加深了一层 到了晚上 阿焕又在忍受韩老师带来的痛苦 哥哥听着阿焕发出的声音 突然回想起弟弟曾经也发出过 当时的弟弟一副很痛的模样 用手捂着屁股 哥哥问他怎么回事 弟弟却支支吾吾不敢说 眼看哥哥不耐烦了 弟弟连忙向他不停道歉 曾经哥哥没搞懂情况 现在的他开始理解弟弟的痛苦 突然 一道电机声响起 阿焕回头一看 是哥哥救了他 哥哥随即将韩老师殴打了一顿 然后询问阿焕 弟弟是否也曾被伤害 阿焕告诉了他 有一天早上 他得知弟弟被伤害 一直追问弟弟那个施报者是谁 让弟弟去找哥哥告状 但弟弟没有说 因为那一天是圣诞节 他觉得是个开心的日子 不能说这件事 而且哥哥上班非常辛苦 不能给哥哥添麻烦 哥哥听后满眼通红 不明白弟弟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阿焕却说 如果是你受害 你说得出口吗 哥哥陷入沉默 回想起圣诞节那天 弟弟曾打算告诉自己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出口 而是含泪和他说了句 Merry Christmas 哥哥感到后悔 如果当时他去赴约 或许弟弟就不会死 实际上 哥哥确实很忙 他一个人扛着家庭的重担 因为家里只剩下痴呆的奶奶 和智障的弟弟 于是他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 如愿让奶奶和弟弟 不再露宿街头 圣诞节那天 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可那户人家的生活状态 和自己家太像了 同样是弟弟和老奶奶 他忍住不去想这些 把火力集中男主人身上 完事后哥哥总算拿到钱 可因为刚才打斗中 哥哥身上沾到了尿液 偷偷嫌他臭扣掉了奖金 当晚 哥哥打电话约弟弟见面 却听到电话里 传来弟弟的惨叫声 当他赶回来时 弟弟已经出事了 如今哥哥把韩老师暴揍一顿 导致韩老师重伤被调离岗位 监控录像的人只剩下赵老师一个 哥哥制定了一个计划 打算消灭所有施暴者 赵老师也不再阻拦 反而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到了实施计划这天 哥哥与施暴者们扭打了起来 竭尽全力将他们打倒 然而 哥哥不慎被控制住 施暴者偷偷抓起碎波 扎进了哥哥的腹骨 尽管如此 哥哥仍然不退缩 展开疯狂的反击 最终 偷偷害怕地求饶 坦白了他没有杀害弟弟 只是觉得弟弟好欺负 这才揍了他 可谁能想到弟弟后来居然死了 就在这时 赵老师突然出现 拿起地上的钢管 直接把施暴者打死 事情的快速转变 让哥哥愣在了原地 很快 赵老师因为杀害了四名学生 被告上法庭 却被判为正当防卫 加上他连续两年 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最终赵老师被定为失手杀人 判有期徒刑四年 正当大家以为皆大欢喜时 旁听席上的阿焕突然冲了上来 用纸团砸赵老师 还对他吐口水 因为阿焕发现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 赵老师每周日都会找弟弟家访 看似是为了送温暖 但实际上是为了在弟弟这满足一己私欲 哥哥常年不在家 奶奶又痴呆自顾不暇 这给了赵老师为所欲为的机会 每当赵老师上门时 弟弟就会自觉趴在洗手间的墙上 并听从赵老师的命令唱圣诞颂歌 以此掩盖接下来会发出的声音 哥哥看到阿焕反常的行为 察觉出了不对劲 回想起圣诞前一天晚上 弟弟总是有意无意提起圣诞节 嘴里嘟囔着要唱圣诞颂歌 因为圣诞老人会来 每次来了都会一箱拉面 还会说喜欢他 哥哥觉得他莫名其妙 弟弟眼泪打转 却欲言又止 担心给哥哥添麻烦 只能哭着唱圣诞颂歌 哥哥结合弟弟的叙述 又想到了赵老师的奇怪表现 以及赵老师有一套 圣诞老人的服装 莫非赵老师就是弟弟 一直提起的圣诞老人 而且圣诞节那天刚好是周日 正是赵老师每周家访的日子 他意识到 杀人凶手可能不是那些施暴者 而是赵老师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于是他来到监狱质问赵老师 小小小賓老师 我能逼大跟他 或论败地 远远曰得他 但我对了 我真的爱过 我真的爱过 我真的想到 我真的划痛得 他那蛇 那你徽宗了 偶良心 我曾拷路 败谓他 我愿低别人 我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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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了 我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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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气得想冲进去杀了他 可是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弟弟真正的死因 是在那个被殴打的晚上 即便他已经满身伤痕 但为了赚钱给家里冲水费 他又回到了便利店 看着店里一片狼藉 弟弟慌了 不是怕老板会吵太鱿鱼 而是害怕会因此给哥哥添麻烦 哥哥会生气 就在弟弟收拾地面时 赵老师找到了他 把弟弟带上了车 弟弟很害怕 赵老师会找他 只有一个目的 接着赵老师在车上 给弟弟简单处理伤口后 就开始变态地摸他脸 还把弟弟带到天台进行伤害 可弟弟太痛发出了声音 赵老师捂住他的口鼻 竟导致弟弟窒息而亡 赵老师看着弟弟尸体 还痛骂他为什么要这样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接着将弟弟尸体丢进了蓄水池 事后还自认倒霉 而恶有恶报 即使他躲进监狱也难逃惩罚 施暴者偷偷的父亲 派了杀人犯找上赵老师 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老头将女人束缚在床上 对他上下其手 连连夸赞他比妹妹更加柔软 女人苦苦挣扎 被开油却无能为力 只能愤怒地瞪着老头 他已经被囚禁了3650天 没有上过厕所 老头表示敬佩 让他别抵抗了 和自己一起幸福的生活 接着老头拿出妹妹的项链 撕开了女人的胶带 女人连忙质问妹妹现在在哪 不料老头一脸自豪 女人彻底崩溃了 她苦苦寻找失踪的妹妹 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而仇人就在眼前也无法报仇 她感到非常后悔 不该同意让妹妹出远门 早在之前 妹妹和男友到乡村游玩 女人闲停打来电话询问她的行踪 但妹妹因闲廷的干涉感到不耐烦 挂断了电话 随后妹妹和男友来到一个旅馆歇脚 但她察觉到房东老头一直在窥视自己 让她感到不自在 于是闪到一边回电话给闲廷 向她道歉 表示自己一会就回去 与此同时 房东找到了她的男友 谎称腰部受伤 请求她协助自己搬点东西 男友爽快答应 但当她转身去搬东西时 房东突然从背后用钢丝勒住了她的脖子 妹妹刚一回来 并入眼帘的就是血流不止的男友 被房东拿铁敲爆头 妹妹吓破了胆 试图逃跑 但被房东的恶犬挡住了去路 接着 她被房东迷晕并拖走 当妹妹在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狗笼里 她害怕地色缩在一角 恐惧地注视着房东 在房东的威胁下 她不得不乖乖地移动到她身边 房东一把拽住妹妹的手 塞给她一盒火柴 然后离开了地下室 无视妹妹的嘶吼 拉下了电闸 整个地下室陷入黑暗 妹妹点燃了一根火柴 却看到一只大老鼠出现在她面前 吓得她大声尖叫 不知过了多久 地下室的灯光再次亮起 妹妹眼睛刺痛 几乎无法睁开 房东拿着篮子回来了 看到地上的尿 击笑妹妹像只狗一样 随后命令她脱衣服 妹妹犹豫不决 不料房东威胁她 表示如果不听话 她将继续留在狗笼里 此时的妹妹已经在黑暗中饱受恐惧 她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 用冷水刺她 嘴里说着妹妹风骚 该好好洗洗 妹妹被呛得不停咳嗽 终于可以从狗笼里出来 这一刻 妹妹绷不住哭了出来 随后 房东走回自己的房间 换上了一件花衬衫 整理了一下头发 然后点亮了蛋糕上的蜡烛 让妹妹吹灭后 开心地说出让妹妹冷汗直流的话 妹妹的瞳孔猛地扩大 她害怕地凝视着前两根蜡烛 房东心情大好 决定唱最拿手的歌庆祝一下 还说她年轻时因为长得丑 才没当上歌手 接着她打开灯球 放入磁带 拿起了麦克风 用公鸭嗓唱起了最炫民族风 唱得起劲时 妹妹忍不住咳了一声 房东怒气飙升 把音乐关掉 接着把妹妹绑了起来 一边戴起手套 一边说她居然敢嘲笑主人 说完拿起钳子 活生生把妹妹牙齿全部拔了下来 可怜的妹妹疼得全身扭曲 与此同时 闲廷与妹妹已经失联了好几天 连忙到警局报案 可老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同意立案调查 年轻男警看不过去 可又人为言轻 只能给闲廷一张名片 表示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她 于是 报案无果的闲廷 只能来到郊外寻找 走街串巷询问住户 众人纷纷表示没见过妹妹 想起妹妹说的饭店 便赶了过来 想找房东却不见人影 于是四处寻找 来到了仓库 此时妹妹听到动静 试图求救 可发不出声 结果闲廷没有察觉异常 转身撞上了房东 房东对闲廷起了贼心 得知她是来找失踪的妹妹后 立马神色慌张 引起了闲廷注意 之后闲廷在饭店附近 遇到了一个路人 对方表示见过她妹妹 确定她去过饭店 此时闲廷确信妹妹 一定是被房东绑架 火急火燎又来到警局报案 苦苦恳求老警察 加上年轻男警担保 老警察最终也只好 同意前往调查 在去的路上 闲廷从老警察口中得知 房东看上去是个老实人 几年前老婆跑了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随后 他们来到饭店调查 房东一脸不情愿 但不能拒绝 男警和闲廷进入仓库后 发现了地下室 并没有看到妹妹踪影 殊不知妹妹的牙齿正好在脚边 一无所获的闲廷 只能和警察离开 这时房东意识到 留着妹妹迟早漏现 随即把妹妹 放进仓库旁边的绞肉机里 毫不犹豫按下了开关 绞肉机开始运作 妹妹痛苦不堪 就这样被圈了进去 鲜血不停喷剑 事后 房东把他做成饲料 撒给了鸡吃下 而没能找到妹妹的闲廷 准备起身回首尔 想着妹妹说不定 已经在家等他了 就在离开时 他遇到了故意碰瓷的房东 显而易见 闲廷是房东的下一个目标 房东骗他说 看到了妹妹的项链 项链现在在家里 闲廷一听 立刻跟着房东回去 第二天 男警接到电话 对方称在一辆 被砸的银色轿车里 发现了他的名片 所以联系了他 此时路人再次登场 说看到闲廷并没有回首尔 男警得知闲廷可能出事 立刻前往查看轿车 确认正是闲廷的车 目击证人说 开车的是个老头 男警察觉不对劲 夜晚来到了仓库外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而闲廷此时嘴巴被胶带粘着 手脚被绳子束缚 无法挣脱 房东闻了一下他身上的味道 吐槽他都发臭了 让他明天洗个澡换新衣服 到了明天 闲廷就会求着房东别离开他 房东拍了拍闲廷的脸 转身准备离开 闲廷眼神突然发狠 悄悄松开绳子 结果房东停了下来 他赶紧停下动作 房东回头乐呵呵地说 给闲廷准备了紫色的内衣 说完转身离开 闲廷迅速松开绳子 从床上坐起身来 拿起准备好的小刀 冲向房东 房东立马闪躲 刀扎穿了他的手 然而男女力量悬殊 房东抓着闲廷头 把他扔到架子上 闲廷痛得苦不堪言 接着房东把刀拔下 挑衅闲廷这种烂货杀不死他 接着不停用脚踹他肚子 痛得闲廷当场晕了过去 随后房东气愤地离开地下室 竟发现自家恶犬死了 回头一看 是邻居 邻居说地下室发生的 他都看见了 原来在此之前 闲廷曾向邻居打听过妹妹下落 邻居寄住了他的车 结果晚上看见房东 开走了他的车 就知道房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把他那块升值的地产交出来 而且邻居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 就等房东乖乖签字 房东签完后却没有给邻居 而是要和他做交易 条件就是把闲廷杀了 随后房东带着邻居绕到仓库后面 被一旁的男警发现 男警赶紧走进仓库 发现门被上锁 他只能找工具撬开 与此同时 邻居在点烟 房东悄悄拿起菜刀 直接把刀插在了邻居脑门上 而男警顺利撬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成功找到了闲廷 赶紧给他松绑 闲廷崩溃的说房东杀了妹妹 不料回头一看 房东拿着斧头走了进来 男警还没来得及掏枪 便被房东劈中了头颅 当场倒地不起 闲廷赶紧爬起身逃跑 不料房东步步紧逼 从地下室一路追上来 闲廷反手把门关上 趁房东用斧头砸门的功夫 他跑出去躲了起来 很快 门被房东砸得稀巴烂 他伸手把门打开 冲了出去 此时躲在一旁的闲廷 突然有了办法 等到房东冲出路边时 身后的仓库突然亮了起来 房东察觉异常 拿起斧头赶了回来 他四处寻找闲廷 逐渐有了脾气 问闲廷你在哪 可正常人怎么会回答呢 好家伙 闲廷直接蹦到他面前 大喊我在这 房东惊喜回头 发现闲廷拿枪对准他 可他不屑一笑 无视闲廷威胁 小样 就凭你也配指示我 老子杀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 说完挥起斧 闲廷赶紧开枪 结果没打中 房东嚣张地向闲廷挥斧头 还把枪踹掉 随即继续砍他 结果斧头被木头卡住了 闲廷趁机连滚带爬 捡起了枪 击毙了房东 房东终于败下阵来 连连夸他干得漂亮 闲廷赶紧追问妹妹尸体在哪 房东神气地说 故事最后 律师说闲廷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他后面做的事情应该是精神问题 闲廷问什么事情 律师说 你杀死房东后 把他尸体丢进了绞肉机里 闲廷眼神凶狠 一位美国的家庭主妇 仅仅是早上催了一下老公上班 就遭到对方谩骂 女人每天除了为家务活忙上忙下 就只能围着老公转 完全没有私人时间 然而老公仗着自己赚钱养家 一句我上班很辛苦 就把他的辛劳付出化为空气 女人想要外出 都必须先经过老公的批准 这么憋屈 闺蜜都看不下去吧 可时间一久 女人早已习惯了这种 如同保姆的生活方式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 她一个人的写照 而是许多家庭主妇的真实生活 也反映了八九十年代 美国女性地位的一面 女人名叫塞尔玛 闺蜜名叫路易斯 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 路易斯是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 性格大大咧咧 经常调侃客人 有一天 路易斯喊塞尔玛周末一起出去旅游 塞尔玛表示 需要丈夫的允许才能离家 可到了老公面前 她却不敢开口 只是询问晚上要吃什么 在老公上班后 塞尔玛想外出的心愈发躁动 她一直不满孤独无聊的婚后生活 眼下正是个放飞自我的机会 思索再三后 塞尔玛决心要尝试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很快 路易斯开车前来接塞尔玛 塞尔玛像离家出走一样提着大包小包 还携带了一把用于自卫的小手枪 接着两个美人便踏上了一场毫不拖延的旅行 随着夜色降临 他们来到一家酒吧休息 重获自由的塞尔玛直接把所有酒点了一遍 只为尽情享受当下的生活 就在这时 一个采花大道前来与她搭讪 有嘴滑舌哄的塞尔玛很是开心 然而 老恋的路易斯对这名陌生男子保持警惕 当塞尔玛因喝醉而变得不省人事时 对方趁路易斯上厕所的间隙 把塞尔玛带到了外面 试图对她动手动脚 塞尔玛意识到情况不对 试图反抗 不料对方直接给了她大鼻动 在这紧要关头 路易斯及时赶回 拿着枪威胁对方 本想带塞尔玛就此离开 男人尽不知好歹 此话一出瞬间激怒了路易斯 他直接扣动扳机送走了对方 这下出大事了 两人立刻驾车逃离了现场 塞尔玛想要去报警自首 就说自己是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行动的 但路易斯不同意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 监控系统不发达 更致命的是女性的话语权弱 遇到这种事情 众人都会秉持受害者有罪论 你为什么会被伤害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稍微冷静下来后 两人最终决定开车逃到墨西哥 然而逃亡需要资金 路易斯于是打电话给他的男友 计划在一个旅馆见面界前 与此同时 塞尔玛感到害怕和沮丧 在路上给老公报平安 但丈夫对他毫不关心 一边看着球赛 一边骂他催他赶紧滚回来做饭 这一次 塞尔玛终于硬气地反击了 刚挂完电话 塞尔玛不小心被玩水的男人绊倒 不料这一半绊上了个大麻烦 男人见他有车 臭不要脸地想蹭车坐 表示自己是男大学生 会撒娇喊姐姐 塞尔玛一听立马就答应了 但谨慎的路易斯不同意 直接将他赶走 不料车开到一半 他们居然又碰到了男人 好家伙 他是怎么做到三条腿反超四个轮子的 塞尔玛认为再次相遇是命中注定 不断请求路易斯 最终路易斯心软 同意让男人上车 一路上 塞尔玛和嘴甜的男大学生聊得不亦乐乎 到了旅馆后 路易斯的男友亲自前来送钱 然而拿到钱后 智商在线的路易斯突然降止 对路易斯的不告而别非常愤怒 但他是个恋爱脑 随即又向路易斯求婚 路易斯为了不连累他 拒绝了求婚 到了半夜 男大学生来到塞尔玛房间 和他一起开心的测试 能在床上蹦多高 接着 男人表示自己是劫匪 向塞尔玛演示了抢劫过程 和老公谈了四年恋爱 18岁就结婚的塞尔玛 很快就被眼前的坏男孩深深吸引 两人就这样聊了一晚上 这是塞尔玛从未体验过的快乐 路易斯也为他感到高兴 但他突然想起逃亡准备的钱 连忙冲进房间查看 果不其然 6000美金全被男人偷走了 路易斯感到崩溃 谁曾想 一向遇事择乱的塞尔玛 这次表现得非常坚强 接着 塞尔玛戴上墨镜 用昨晚在男大学生那 学来的抢劫方法 友善地打劫了 加油站便利店的钱和酒 不久后 塞尔玛的老公在警局里 看到了塞尔玛抢劫的监控 直接傻眼了 这真的是那个 唯唯诺诺的老婆吗 一橘子的男丁们都沉默了 而抢劫后的塞尔玛 更加放飞自我 性格越来越像路易斯 他们来到沙漠后 路易斯用自己的所有手势 换了一顶牛仔帽 这不是普通的帽子 他象征着自由 与此同时 警方逮捕了男大学生 但他什么也不肯说 把警察给气坏了 大骂他害了两个女人 然而男人对此完全不在乎 甚至向塞尔玛的老公耀武扬威 为了找到塞尔玛他们踪警 警方来到塞尔玛家监听电话 了解到他的老公一直对他很粗暴 于是他们指导塞尔玛老公 如果他打电话回家 要温柔地哄他 稳住他的情绪 等塞尔玛打来电话后 一听到丈夫温柔的声音 塞尔玛立马挂了 多年来 他从未听到过丈夫如此温柔的语气 这让他立马察觉有诈 随后 路易斯接过电话打了过去 直接和警察正面交流后 他才得知男大学生已经透露给了警察 他们要逃到墨西哥的计划 而这显然是塞尔玛大嘴巴告诉给男大学生的 这可把路易斯气坏了 教训了塞尔玛一顿 可事已至此 生气还不如看野外美丽的夜景 在逃亡中 他们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也从彼此身上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他们一路开车前行 途中遇到一个不停朝他们按喇叭 说脏话 做不雅动作的男司机 令路易斯和塞尔玛感到非常不愉快 可除了生气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 两人没有停留 一路逃往墨西哥 眼下最快的线路就是穿过德州 但路易斯坚决不愿意经过 就是要绕道 在争吵中 塞尔玛才了解到 路易斯曾经在那里遭受过强奸 而警察却没有公正处理这件事 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强暴男子如此愤怒的原因 这个经历也让他不再相信 有人会相信被强暴的女性 可后来 两人因为超速行驶 他们被交警拦下 就在交警准备联系警察的紧急时刻 塞尔玛礼貌地掏出了枪 接着他们夺走了警察的枪和车钥匙 损坏了对讲机 并将他塞进了后备箱 还好心给他留了几个通风孔 不久后 路易斯和警察进行了对话 警察告诉他们被指控谋杀 但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们 两人拒绝了警察 他们更向往有尊严地继续逃亡 并不愿意没有尊严地被逮捕处死 于是 他们继续踏上这条不归路 在路途中 他们幻想着一切要是重来 他们一定会换一种方式 选择自由快乐的生活 结果上天还真给了一次机会 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个猥琐的司机 司机嚣张地走向他们 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对他们做点什么 我们认为你有很坏性的姿势 你会发生这样的女人 你甚至知道 你怎么觉得 如果有人这样做到你的母亲 或你的嫉妙 或你的嫉妙 你说你对不起 或我会让你 fucking sorry FUCK YOU OH GOD DAMN YOU BITCH 我认为他会对不起 我认为他会对不起 两人直接引爆油罐车 扬长而去 很快 警察集结了大部队追捕路易斯和塞尔玛 前方有直升机阻挡 后方有狙击手追击 两人陷入了绝境 尽管那名好心的警察试图帮助他们 但情况并不容乐观 前面就是悬崖 最终 路易斯和塞尔玛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们毅然决然决然冲向悬崖 留下了干脆利落的弧线 最好的旅途是不归路 最纯粹的出走是一去就不回头 因为只有放得下一切 才能得到一切 有人说女人崩了那个采花大盗 是被激怒了 他们应该冷静点 可有没有想过 现实中的女人还不够冷静吗 如果凡是女人被骚扰 被调戏 被羞辱 都像电影一样拔枪相向 那会有多少男人横死街头 哪还有轻飘飘说句冷静的机会 电影没有给两位女主活路 本身就是说这样行不通 导演用这个故事 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 那些不尊重女性的男人 究竟有多么的可憎 女人拿起100度的开水 浇在同事脸上 不出5秒 同事便无力回天 接着女人拿起同事的手机 冒充对方约班草上门服务 班草开心地赶来 看到不应该出现在这的女人呆住了 女人不由分说质问她为什么要分手 班草嘴上说着因为她爱同事 身体却是渣男本质 面对送上门的女人 立马和她探讨一家零等于几 三分钟后 班草来到浴室洗澡 一拉开帘子 引入眼帘的竟是同事的尸体 吓得她哭颠喊娘 女人为何要置同事于死地呢 这还要从多年前说起 当时的女人在高中学校当教师 由于背后没有关系 在学校里辛辛苦苦打工数年 她已经到了三十多岁 依旧是个临时工 先不说没有任何福利待遇 领导心情一不好就能随时把她辞退 而女人依旧坚持工作的原因 是学校里还有一个转正名额 只要好好干还是有机会的 就在这一天 学校里一位老师要生孩子 没法继续当班主任 这对于女人来说 那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绝好机会 只要她能够争取到 那转正完全不在话下 为了保住饭碗 女人成为了代理班主任 她丝毫不敢懈怠 对工作极其上心 还经常被班上学生调侃 但还好学生都挺配合工作 也没有什么困难 在上课时 女人点名时发现班上有人旷课 询问了学生后 才得知旷课的学生是班草 现在她是一名舞蹈生 可是她家里没钱 根本请不起老师 只能每天泡在体育馆里 一个人摸索练习舞蹈 作为代理班主任 女人了解班草的情况后 看着她帅气正见照起了兴趣 决定去看看班草本人到底有多帅 于是 女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学校的体育馆 当她看着眼前的班草 在空无一人的馆内不停地练习舞蹈 身上的汗打湿了衣服 全身散发着青春活力 还有那帅气的脸庞 那一刻 女人被班草深深吸引了 不知不觉地对她有了好感 回到家后 看着家里蹲得邋遢男朋友 和班草完全相反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整天摆烂 每天靠她来养活 家务也都是女人来做 女人心情郁闷 对男朋友开始挨搭不理 越来越冷漠 对待感情失去了一切动力 不知不觉再次来到了体育馆 此时的班草喝得烂醉如泥 女人默默地坐在了她身旁 只有看到班草 她的心情才会好上许多 就在这时 班草突然睁开了眼 主动投怀送抱 那一刻 女人彻底沦陷了 也从那天开始 女人生活迎来转变 事业爱情双丰收 她脸上也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可好景不长 就在这天 学校空降一位女老师惠英 她名牌大学毕业 更主要的是 她爸是学校的董事长 惠英直接霸占了女人 心心念念的转正名额 除了女人 所有人都支持 因为惠英不仅年轻漂亮 嘴巴还特别甜说话一套一套的 和沉默寡言的女人 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纷纷对惠英颇有好感 而且碍于惠英爸爸的身份 所有人包括校长都对惠英毕恭毕敬 女人苦不堪言 一直为转正名额奋斗的 她此时向极了笑话 这天 惠英作为后辈 想表达对女人的尊敬 邀请她吃晚饭 可没想到 惠英还带来了她的高富帅男友 两人浓情秘密狂洒狗粮 在女人看来格外刺眼 显然惠英并不是表达尊敬 而是在她面前炫耀踩她的痛点 晚饭过后 女人对惠英的假惺惺不屑一步 当场和她划清界限 郁闷地回到家里 更雪上加霜的事 巨婴男友要和她分手 短短一天 十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事业爱情一无所有 女人感到未来一片黑暗 原本人生起点就在半山腰 不像惠英生来就在山顶 一切都唾手可得 现在女人还直接跌入谷底 她整个人失魂落魄 又一次不知不觉来到了体育馆 或许她早已将斑草当作心灵救赎 每次看到她 心情才会好上许多 可这一次 馆内虽然开着灯 却没有斑草的声音 就在女人疑惑时 一阵伤风败俗的声音在馆内回荡 女人顺着声音走了过去 不该看见的和不该看见的 都被她禁收眼底 谁能想到 刚入职不久的惠英如此敬业 在学校里加班加点 给斑草一对一辅导 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 也被死对头霸占 女人内心五味杂陈 经过一番思索 她露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眼神 悄然转身离开 第二天 女人将惠英约到无人的教室 声称拍下了昨晚的视频 惠英瞬间慌乱 祈求女人不要曝光这件事 女人趁机威胁她 要她终身不得接近斑草 并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离开 从那之后 女人有意将斑草叫来办公室辅导功课 明里暗里地显示她的主权 看着惠英在斑草面前吃饼 她止不住地感到高兴 殊不知 她逐渐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人和斑草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 而斑草送给女人一致陪伴她多年的手表 温柔地戴在她手腕上 往往女人都会在细节上被感动 某个夜晚 斑草告诉女人她和家人发生了矛盾 不想回家 她请求能否在女人家里借宿一晚 于是 女人按耐住内心的欲望 把斑草领回家里 她尽力保持理智 让斑草睡在沙发上 然后匆匆回到房间 以防止自己陷入诱惑 但是内心的欲望在她心头涌动 女人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最终 她悄悄来到斑草旁边 看着熟睡的斑草 无法抑制地触摸她的脸 斑草也不再装睡 坐了起来 这一刻 欲望战胜了理智 两人随即挑灯夜战 从这以后 斑草不仅在上课时和女人眼神交流 在下课后还匆匆下楼 钻进女人的车里 向她请教作业上的难题 而女人将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斑草身上 以女朋友的身份付出了一切 她不仅帮她争取到了舞蹈比赛的资格 孩子掏腰包给她买舞蹈服装 在比赛时 看着年轻男友历尽艰辛 终于走向成功 女人不禁为她感到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 她意外发现慧英也在比赛现场 这女人在场准没好事 不安的情绪瞬间笼罩着她 比赛结束后 慧英突然消失了 女人连忙前往寻找斑草 但四处都找不到她 打电话也不接 最终 她只能前往斑草的家 等待她回家 却撞见了痛心的一幕 斑草居然坐慧英的车回来 显然两人在比赛后就待在一起 看着两人甜蜜无见 难舍难分的画面 女人脸都气绿了 第二天 女人将斑草叫出教室 质问她曾经的海誓山盟算什么 斑草邪媚一笑 回答算成语 面对眼前为自己亲近所有的女人 斑草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和慧英分手 更何况自己接近女人 只是因为她现在是代理班主任 保送名额需要获得她的支持 女人完全不敢相信 斑草却不留情面地说出了 让她彻底死心的话 从未爱过她 残酷的现实瞬间击中了女人的内心 她曾经以为的美好 一切都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女人曾尝试用来威胁慧英的把柄 实际上对于慧英而言不疼不痒 因为她有着强大的背景支持 但作为一个高傲的千金 并不打算忍受无名小卒的挑衅 于是 她找到了女人在乎的斑草 承诺会包养她一辈子 还会送她出国深造 前提是斑草要主动接近女人 假装很爱她 让她对斑草掏心掏肺后 无情把她甩掉 把女人廉价的信念粉碎 女人得知后立刻找上慧英 试图拿那晚的视频威胁她 慧英也不装可怜了 嘚瑟地表示 只不过是一个老师的工作而已 要不要都无所谓 这还不算什么 别忘了慧英她爸是董事长 她直接动用关系 把女人当场开除了 显然 女人输得很彻底 她其实根本没有资本 去和上层人谈条件 再次一无所有的女人 尊严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她当着全校人的面 跪在了慧英面前 祈求慧英原谅她 不要让她失业 慧英差点笑翻过去 假惺惺惺地原谅了她 让她到家里当最低等的保姆 女人不得不接受了慧英的安排 尽管这是一种屈辱 可对她一个三十多岁 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 只要能够拥有一份工作就好了 一回到慧英家里 女人就兢兢业业地在厨房做饭 而慧英洗完澡后 以看笑话的眼神看着她 也不装清纯了 她表示自己不过是玩玩斑草而已 没想到女人居然真的会爱上一个小屁孩 这一刻 女人彻底被激怒了 自己奋斗了十年的转正名额 被慧英轻而易举霸占 亲近所有去爱的人也是慧英的骗局 就在这时 水烧开了 女人毅然居然拿起了热水壶 悄然接近慧英 毫不犹豫浇在对方脸上 用力按着痛苦挣扎的慧英 没过一回 慧英便隐恨西北 完事后 女人假扮慧英给班草发短信 引诱她前来 与这个用力去爱过的人温存三分钟后 绝望地离开了 走之前表示浴室里放着给她的毕业礼物 等到班草毫无防备地拉开帘子 顿时脸色发青下的瘫坐在地 放在浴室里的正是面目全非的慧英 此时的女人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吃着三明治 听着外面响起的警笛声 等着接受制裁 男人发现妻子在自己的水杯里下了毒 可为是一碗毒效已经发作 她艰难地捂住肚子试图走出去 为了不让妻子的阴谋得逞 坚决地来到阳台上 而妻子在背后紧追不舍 疯狂地对她咆哮 还试图寻求她的原谅 丈夫对此感到讽刺 随后纵身跳了下去 这一幕完全出乎妻子的意料 她颤抖着身体向前走去 可当看到丈夫毫无声气地躺在地上时 她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然后她心满意足地拿出一个皮箱 从中取出了丈夫的电脑 这操作显然是预谋已久 不仅需要丈夫的账号密码 还需要她本人的人脸识别 女人立马慌了 她急匆匆地跑到阳台上 然而 当她看到已经离世的丈夫时 发现她的脸部已经模糊不清 这才意识到丈夫临死前 察觉出了她的目的 摆了她一道 但女人并没有善罢甘休 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将丈夫的意外告诉了好友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和对爱人的思念 还谎称两人因感情破裂导致的争吵 没想到丈夫情绪失控跳下去 女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见好友完全信了她的鬼话时 她便开始实施计划 向好友提出要求 希望她能帮自己做出一个丈夫的模型 好友被女人的表演所打动 她答应帮助她制作丈夫的模型 而女人之所以找好友 是因为她是著名的模具艺术家 擅长制作人物肖像 在女人表达着对丈夫的思念时 她突然听到身后似乎传来了一些声音 但她观察了很久也没有发现异常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双眼睛正在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个女孩叫扎莉 是好友最近才说的徒弟 当她看到女人离开后 她意味深长地提醒好友 表示无论女人表现得多么可怜 都不要相信她说的一切 因为查理有特殊的能力 一旦有人说谎 她的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跳动 然而 好友并没有在意查理的好心提醒 因为她能感受到女人的悲伤 无论她是否说谎 对她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 接着 好友全心全意地开始制作模型 因为他们三人曾是最好的朋友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伤心 在查理不断地询问下 好友也讲出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原来三十年前 他们合伙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在拍摄一段水下美人鱼的镜头时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在演员手上安装了一个报警装置 只要红灯亮起就会把演员拽上来 然而 因为好友对效果不满意 在反复拍摄了三十次后 意外也在这时发生了 女演员一动不动地死在水中 为此好友一直活在自责里 认为是自己的错导致了这个意外 于是她退出了公司 并将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好友夫妇 自此 她开始隐居在山林 以制作模型道具为生 扎利第一次听她讲起往事 只能不断地安慰好友 让她试着走出自责的阴影 很快 好友的头像就制作完成了 女人缓缓地打开箱子 将丈夫一比一的头像放在桌上 然后再次打开电脑 在输入完账号和密码后 她又将电脑转过来 将摄像头对准了模型 果然 云盘被成功解锁 女人欣喜若狂地向丈夫表示感谢 然后经过熟练的操作 她终于找到了想要删除的内容 完事后 女人心满意足地打电话给公司 要求他们找出视频编号一致的胶片 火速送到她这里来 然而 她被告知不久前这些胶片已经被好友拿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女人也不再淡定 就在她准备发飙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好友已经出现在门口 女人看着面前冰冷的模型 气冲冲地关上了电脑 然后心怀不安地过去开门 在此之前 好友因为对查理袒露了心声 心底的那份记忆也再次被勾起 她鼓足勇气拿起电话 拨打给公司仓库的保管员 希望能再次看看演员出示那天所拍摄的录像 尽管这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但看在四十多年的交情上 管理员还是亲自带着胶片送了过来 好友小心地装好胶片 当那段她一直不敢面对的画面 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时 她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 然而 当她看到最后一盘交代时 她突然发现鱼缸旁边亮起的红灯 似乎被某个人关掉了 好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不停地重复观看 但越看越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好友颤抖地拿起放大镜 这才看清关灯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直信任的女人 这也就说明女演员当时是发出了求救信息 但是被关闭才导致没能及时发现 好友曾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 没想到竟是好友亲手造成的 为此 她找到了女人 希望能听到她的解释 表示自己原以为女演员是在耍大牌 故意刁难她们拖延时间 而且大家为了这部电影已经花光了所有继续 多耽误一秒都是在浪费金钱 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司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女人一直强调这只是场意外 好友并没有表态 她拿出了胶片询问女人 她的丈夫是不是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女人却答非所问 一再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还表示一直是自己在为他们俩干脏活 好友不再追问 拿着胶片向火堆扔去 女人见状暗自松了口气 向好友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丈夫能够原谅自己 好友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默默地离开了别墅 然而 就当女人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她突然发现了胶片的异常 她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挑起 竟发现好友对胶片做了手脚 那段能证明她杀人的证据 早被好友从中间剪断 另一边 好友在回去的路上 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模糊 但她仍然凭借惊人的意志力 成功将车子开回到了木屋 可当查理发现时 好友早已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 女人也听到了好友离世的消息 但她丝毫没有感到难过 随即开始对她留下的家产 打起外心思 她认为公司一直在出资 支持好友的创作 因此理应有权利占有她的工作室 当她从律师这得到了肯定后 开始迫不及待地 想要查看好友的收藏 可就在这时 女人神情巨变 她惊恐地发现查理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别墅门外 女人紧张地走出房间 扎莉也瞬间变出一脸笑容 扎莉很自然地怀疑起了女人 但女人丝毫没有表现出慌张 反而大方帝邀请她进屋 扎莉想知道昨晚两人都说了什么 但女人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表示对好友的心脏病感到遗憾 临别前还感谢查理和好友 为她丈夫所做的一切 查理的眼睛不断跳动 她断定女人刚刚所说的都是谎话 两人的死也一定与她有关 但查理没有明确指出 只是告别了女人 然后匆匆回到了工作室 她没想到保管员竟然在那里等待着她 查理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保管员 她断定女人一定在说谎 两人的死肯定和女人脱不了干系 但这只是她的感觉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与此同时 保管员告诉查理 好友拿走的几卷胶片 正是女人昨天想找的 她今天前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这话立马提醒了扎莉 或许答案就在这里 然而两人找了许久 都找不到原始胶片的下落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传来声响 两人发现女人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安 她叫来了庞大的搬家公司 查理在一旁观察 她明白女人同样是为了胶片 突然 她在一座雕像的身上 发现了被缠绕在一起的胶卷 而在昨天之前 她肯定上面是没有的 女人一边畅想着未来 一边将收来的胶卷全部烧掉 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 她还特意为好友举办了一场艺术品展览 这时 查理假扮成雕像 偷偷地混进了会场 但这么大的目标还是被人发现了 扎莉被保安逮了出去 她只能再次找到保管员 在她的带领下 两人从员工通道前入了会场 此时的女人正在台上充满激情的演讲 而背后的大屏幕上 突然播放起当年的那段视频 里面正是她关闭灯光谋杀女演员的画面 女人惊恐地离开舞台 由于她自己心里有鬼 脑海中不断产生着幻觉 甚至连丈夫的雕像也在下一秒变成了真人 她一路追上丈夫 当看到她再次跳下去的瞬间 女人也彻底崩溃了 她在恍惚间也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当扎莉追了过来后 只看到了她冰冷的尸体 男人在浏览颜色网站时 意外发现女主竟是自己女友 而且正在现场直播 着急的她急忙给女友打去电话 然而由于两人刚刚吵过架 电话被女友无情地挂断了 幸好在她不断地拨打电话下 女友只能以上厕所为借口 然而在她短暂离开期间 直播间的主播竟拿出一瓶神秘的药水 声称只需几滴就能让人对她言听计从 男人在直播间中看到这一幕 心急如焚 幸运的是女友终于接通了电话 由于男人浏览不良网站见不得光 她不敢说出事情 面对于无伦次的男人 女友直接挂断了电话 男人感到崩溃 但她没有放弃 不断地回拨电话 然而女友再也不回应 就在这时 主播递给女友那杯放了药的水 当他们碰杯之后 女友突然迟疑了 她想起了男人的警告 最终放下了那杯水 尽管女友没有喝下 网友们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一个剧本 男人并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 她只希望女友能安全离开 但面对自己打来的电话 镜头前的女友再次挂断了 凭借主播的巧舌如簧 女友逐渐卸下了防备 配合地喝下了水 看到眼前的一幕 男人之下彻底崩溃了 不出所料 女友很快就感到头晕目眩 网友们见状纷纷开始疯狂地打赏 不断催促主播加快进入正体 随着女友彻底倒下 崩溃的男人恢复了理智 连忙想要报警 可他不能将自己浏览网页的事情告知警方 只是不断地让警方追踪女友的手机定位 结果就在这时 主播竟开始对女友动手动脚 屏幕前的男人再次慌了 而主播却满面春风 表示接下来要支付费用才能观看直播 想要继续看的必须充值300块 没有充值的将会在一分半后 被自动踢出直播间 看着如今任人摆布的女友 一些网友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充值 男人为了确认女友的安全 只得按照要求充值 不到一分钟 在线观众数量很快超过4500人 此话一出 绑一大哥开始打赏 提出更刺激的要求 让主播拿着女友的手机 给通讯录里的任意一人打电话 借此来看看对方的反应 下一秒 男人的电话响了起来 为了再次通话 男人只好给主播打赏了10万块钱的礼物 要求主播再次将刚才的电话拨打回去 这一次 男人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请求主播放过他的女友 然而主播却不相信 以为这只是粉丝的恶作剧 面对主播的不信任 男人无奈地把自己和女友的合照 上传到直播间里 主播直接挂断了电话 并表示听从粉丝们的建议 此话一出 直播间瞬间打赏不断 催促主播继续表演 主播也表示自己非常充分 直接将女友的钮扣一颗颗打开 还慢慢脱掉了他的丝袜 随着快门声响起 直播间的热度瞬间被推上了高潮 眼见事态愈发严重 男人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他拿着笔记本飞快前往警局报警 与此同时 男人的个人信息也被网友人肉 但他顾不上这些了 急匆匆地跑到了警察局门口 显然这一切 全都在主播的掌控之下 为了保护女友的声誉 男人最终只能放弃了报警 等他跑回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挡住了摄像头 因为他意识到 他的一举一动可能被对方监控 可还没等他喘口气 主播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 随着皮鞭 铁链 蜡烛等各种道具的出现 男人顿感万念俱灰 只见女友被迷云 躺在陌生的坏镜中 主播一边将玫瑰花摆放在 女友胸前 一边在女友头上做特殊标记 然后将小刀放在女友手中 对准了她的脖子 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就这样诞生了 之后主播还拍下了 几张美丽的照片 紧接着 就到了数万网友 最期待的重头戏了 只见灯光投射在中央 主播缓缓地 退去了女友的外套 男人焦虑地 看着直播中的女友 但他无能为力 直到主播放下了 罪恶的相机时 男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主播竟声称 要把私密视频 发送给榜一大哥 这下男人更加慌了 为了阻止女友的视频流传 他不得不拼命地充值 将全部身家的30万 都打赏给了主播 可没想到最后一刻 还是被其他人超越了 此刻男人感到空前的绝望 他发誓一定会找到主播 送他见太奶 对于这种威胁 主播很是不屑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试图 恳求榜一大哥 把视频让给他 然而榜一大哥 根本不差钱 好在男人不断地 苦苦哀求下 榜一大哥松口了 答应以500万价格 卖给男人 但此时男人 已经身无分文 在他范畴之际 家里门领响了 是他的富二代朋友眼镜 男人二话不说 急切地从眼镜手中 夺过手机 要给榜一大哥转账 眼镜连忙劝说 男人不要急于行动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先冷静下来 可下一秒 主播竟然展示了 女友怀孕的超声波图像 这下男人再也听不进去了 直接用眼镜的账号支付 给榜一大哥500万 眼镜非常困惑 很快录像就发了过来 但男人不敢点开 而是将其扔进了回收站 随后男人将连线录音关闭 让兄弟眼镜赶紧去报警 可眼镜拒绝了 还劝男人换个女友 说如果报警 这将使他们私下 偷看偷拍视频的事实暴露 会成为终身的污点 可此时的男人 根本就听不进去 与此同时 主播再次爆出了 两条爆炸性消息 原来女友根本没有怀孕 一切都是骗男人的 而第二条消息是 主播在女友手机里发现 有第三人在半夜 偷偷发过消息给他 而这个人叫老王 正是男人第二个好兄弟 得知一切真相的男人 勃然大怒 而此时 老王恰好来到了男人家 男人没有多言 直接向对方一顿拳打脚踢 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随后上头的男人 直接拿起棒子 疯狂地往老王身上砸去 很快老王再无声息 这一幕让屏幕前的主播 很是震惊 随后男人跑到电脑前表示 刚刚自己杀了人 而观看这场直播的 所有人都是共犯 此话一出 直播间人数直线下滑 男人表示 只要放了自己的女友 他会独自一人 抗下所有的罪行 随后给了主播 30分钟的考虑时间 主播听后明显是有些慌了 而男人说完再次把摄像头挡住 并把连线的声音关掉 可就在这时 原来 闲中早就给老王发送信息 让他协助自己演戏 为自己的计划增色 由于他们经常合作制作短视频 拍摄这样的段子吸引眼球 所以他们的演技非常逼真 可男人明明已经遮挡了摄像头 为何主播还是能识破他们的计划呢 这时 男人突然想起 女友送给了自己一个闹钟 当他拿过闹钟仔细检查后 竟发现了闹钟里面藏着一个摄像头 原来 男人的女友和主播才是一伙的 得知被揭穿的女友也不装了 而女友之所以和主播一起策划了这一切 目的是要向在线观众传达一个信息 自己的亲妹妹和主播的妻子 被一群混蛋抓走了 被迫去拍摄视频 还开直播赚取流量 最终他们无法忍受羞辱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观看灰色直播的网友 竟没有一个人选择报警 反而还乐在其中 成为了这群混蛋的帮凶 于是为了惩罚这些网友 他们通过IP地址找到了每个人 并免费送给他们一个内藏摄像头的闹钟 很快 屏幕上出现了很多网友的录像 而这群人里 其中就包括了男人和他的几个好兄弟 在今天的测试中 4000多人里 只有男人一个人合格 剩余人的录像将会被公开发布在网上 可笑的是 在这些人中 也不乏一些社会高层人物 相信这次事件必定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有违法者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一事件也是一个警示 提醒人们要遵守法律规定 不参与不正当活动 男医生解开了女孩的衣服 然而女孩却动弹不得 无助地流下了眼泪 床上晃动一阵后 医生走了出来 换了另一个医生进去 对方猥琐地摘下口罩 再一次对女孩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伤害 接着院长也要奋一杯羹 他们并不知道 女孩其实亦是清醒 她满含泪水 忍受这三人带给她的屈辱 还记住了这些人的声音 多年过后 这个小镇上新开了一家猪肉店 老板娘不仅长相非常漂亮 而且刀法出其精湛 菜刀随手一丢就把蟑螂钉死在墙上 每天猪肉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一旦老板娘出现 大家纷纷涌上前 一双双眼睛无所顾忌地在她身上游荡 她的脸庞被女娲宠爱 身材也是凹凸有致的 不仅男人喜欢看 连女人都忍不住喊她老婆 一身正气的金警官也不例外 本来只是路过 却对老板娘一见钟情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之后她隔三差五就来猪肉店里 只为和老板娘探讨人生哲学 然而 一个离奇的杀人案 打破了金警官平静的生活 小镇上一家酒店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尸检分析 死者生前处于放松状态 动脉是被利器割断的 通过观察伤口 可以得知凶手下手很轻 这非常考验凶手的刀法 而且作案凶器必须非常锋利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猎物活活湿血过多而亡 让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金警官开始对案件进行测血 在脑海中重现死者生前的情景 一个恶魔多姿的女人脚踩床上 露出修长的腿 看得男人两眼冒光 随后女人直奔主题拿出绳子 把男人的手和脚都固定住 还给男人戴上了眼罩 男人已经浴火焚烧极不可耐 不料被对方用小腿狠狠压住了脖子 接着对方快速掏出锋利的匕首 依次划破男人四肢的动脉 床上瞬间涌起了鲜红的喷泉 最后男人痛苦地挣扎着 渐渐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间酒店里又发现了一名死者 生前的情景与前一位死者如出一辙 这名死者四肢的动脉也被切断 结合这两起命案 进一步调查发现 两名死者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根据这条线索 警官很快就锁定了一位嫌疑人 第二名死者的女助理 面对警官的质疑 女助理却表示 昨晚和对方在客房探讨 什么是快乐星球之后 就离开酒店了 而且后面他们还在手机上聊了会天 由此可见 女助理有不在场证明 并没有作案时间 但警官也不是一无所获 她从女助理这里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两名死者生前不仅认识 还是关系非常铁的好朋友 还与医院里的另一个人是铁三角 而这个人便是医院的院长 警官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她推测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院长 然而 手头的线索太少 为了获取更多有效的信息 警方找到了医院里的清洁大妈 请他们吃饭 毕竟大妈是世界公认的最顶尖情报组织 掌握着医院里许多见不得光的信息 由于痴人嘴短 大妈只好悄悄给警警官透露了重要线索 越说越上头 直接爆出了医院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一个女孩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然而这些医生却心存恶念 看到伤者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治 而是动了邪念 于是到了晚上 这三个医生聚在一起密谋 偷偷把女孩全身麻醉 后面发生了什么傻子都能猜出来 警警官得知了这个消息 立刻决定从这名女孩入手 警方开始调查医院这几年来 所有接受全身麻醉的女孩 经过多重筛选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孩 原来她是当今顶流演员文姬 经警官传唤了文姬到审讯室 刚靠近文姬 立马从她身上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这让经警官想起不久前 她去猪肉店找老板娘买富岛海鲜 刚出门就碰到一个老太太 对方身上的味道直冲经警官脑门 莫非文姬和老太太有什么联系 经警官没有往这方面细想 直奔主题询问文姬十年前在医院的事情 但文姬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不知道 接着便说要请律师 理由竟是她是女明星 不适合抛头露面 而且这是要是闹得人尽皆知对她影响不好 无奈之下 经警官决定从院长这边入手 但院长否认了自己伤害过十年前的女孩 还直接和两名死者划清界限 表示不属 尽管如此 院长的紧张神情 让经警官觉得她在隐瞒什么 但对方这样子也不可能配合自己 只好嘱咐院长最近先居家办公 不要到处溜达 因为凶手很有可能近期就会找上她 可这院长全然把经警官的话当耳边风 一下班就跑到酒吧里放纵 与美女们左拥右抱 笑容灿烂 经警官感到非常头疼 为了院长的人身安全 只好在酒吧里四处巡逻寻找可疑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时 她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从她身边走过 不小心撞到了酒保 身上藏的匕首也因此掉了下来 经警官立刻认出这匕首 符合前两起命案的凶器特征 立即追赶这个女人 但对方动作敏捷 在紧要关头使出一个滑铲 就这样从经警官眼皮底下溜走 无奈之下 经警官开始从凶手遗落的匕首做切入点 前往刀铺请教专家 得知了一条信息 这匕首一般见不到 都是专门用于杀猪 非常锋利 一说到猪 经警官立马联想到了猪肉店的老板娘 暗纳不住内心的思念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当她看到墙上挂满的刀具 她很难不把凶手和老板娘联想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证据 再加上老板娘是她的女神 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等到了第二天 凶手再次袭击院长 不料没有得手 反而被院长伤了大腿 经警官得知消息后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正好看到老板娘在一瘸一拐地走 这证实了她之前无意冒出的想法 于是她决定 和老板娘一起吃苹果 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开始变得胶着 最终经警官再也坐不住 将老板娘扑倒在桌上 老板娘拼命反抗 但经警官丝毫不给她喘息的机会 一把扯开她的裙子 发现老板娘的大腿上缠着纱布 这证实了她的想法 老板娘就是两起命案的凶手 然而经警官内心矛盾 因为老板娘是她的女神 她已经深陷在她的温柔箱里 此时 两人的氛围已经暧昧到极点 接着便很自然地探讨起了快乐星球 与此同时 院长被一个黑衣人带走 装进了车里 等院长再次醒来时 竟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一个架子上 一个老太太走上前来 院长拼命向她求救 但老太太并不理会 只是身后的黑衣人动手 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黑衣人便用匕首将院长四肢的动脉切断 院长吓得面部扭曲 老太太还拿拐杖戳院长的裆布 然后低声对她说了句话 这正是院长在十年前 对打了麻醉的文姬所说的话 院长还没有反应过来 老太太就扒掉了她的裤子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接着 一条狼狗冲了进来 对着院长的裆布撕咬 院长惨叫声瞬间充斥着整个棚子 老太太缓缓走了出来 扯下了自己的脸皮 里面竟是一张年轻的脸庞 原来老太太就是文姬 她如释重负 因为她一直努力成为顶级演员 就是为了接近院长 通过辨别声音 她立马就确认出院长是当年伤害她的人 当金警官赶到现场时 院长已经隔屁了 然而这次 法医却表示 凶手是个左撇子 莫非不只有一个凶手 就在金警官疑惑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着老人装的文姬 立马认出她就是在猪肉店碰到的老太太 和文姬的一模一样 她瞬间明白了文姬就是用这个方法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和老板娘接触 一起合作消灭目标 可文姬如今在他国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老板娘昨晚和自己一起 也根本没有作案机会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凶手 她赶紧和上司汇报 上司却把她当作笑话 嘲讽她没有能力办案 金警官决定自行继续调查 回到猪肉店竟发现老板娘失踪了 时间紧迫 她必须尽快破案 于是再次传唤文姬 就在交谈的时候 上司打断了金警官 表示领导们要求放了貂蝉 金警官感到失望 因为她深知大家就是为了保住饭碗 不敢招惹文姬 不久后 在另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相似的命案 死者是一个专门将女性 卖给黑棒的中间商 金警官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终于找到了老板娘 她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和金警官一决胜负 然而男女力量悬殊 老板娘很快就被金警官撂倒 可此时的金警官身陷爱河 不忍下手 何况她也明白老板娘所处理的都是恶人 再加上对警局领导的失望 金警官毅然决然选择了离职 与老板娘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某天 她无意中翻开了老板娘的相册 在里面看到了老板娘的双胞胎妹妹 最终 她明白了为什么第三起命案的凶手是左撇子 而老板娘拥有不在场证明 然而 这一切都已不重要 她已经不再是警察 而且支持老板娘的正义行动 她明白法律不能承接那些有权有势的恶人 只有像屠夫小姐这样的才能替天行道 宣扬正义和自由 男孩发现她刚买的电脑似乎有异常 她连忙向刚用过电脑的姐姐询问情况 不料姐姐刚下载过软件 男孩吓得心慌意乱地跑回房间 匆忙在网上找到一款清理软件 并按照指示开始下载 经过30秒的扫描后 她才稍微松了口气 随后 她迅速起身锁好房门 拉上窗帘 坐在电脑前紧张地等待 还警惕地时不时听外面的动静 直到电脑页面变成粉红色后 她紧张地拿了一包纸巾 但男孩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电脑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三分钟后 男孩意犹未尽地闻了闻手上的余香 最后清洗双手直至彻底无味 才从洗手间里出来 刚坐下就发现电脑收到一封匿名消息 男孩好奇地点开查看 里面的内容竟是 我们看到你的行为了 起初男孩并没有在意 误以为这只是有人发错了邮件 然而当对方发送了男孩房间的视频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被拍摄下来了 看着主角是自己的高清五马录像 男孩顿时赶到五雷轰顶头皮发麻 赶紧拿块橡皮 遮住了摄像头 然而 对方居然再次发给他邮件 威胁他说出自己的手机号码 否则将把刚刚偷拍他的视频 发给他身边所有人 男孩在这一刻陷入了崩溃 但为了保守自己见不得光的秘密 他只能屈从于对方的要求 他焦虑地等待神秘人的消息 这时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对方要求他开启定位服务 并且要一直保持电量充足 单纯的男孩以为对方只是想勒索钱财 但他并不知道 威胁在这一刻正悄然逼近 男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甚至开始认为整个房间都被监控着 失眠折磨了他整整一个夜晚 男孩变得憔悴不少 母亲还关心地问他是否生病 然而 他并没有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 随后他疲惫不堪地来到公司 敏感地觉得周围的目光都在盯着他 当他刚进更衣室里 突然又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消息 里面还附带了一个定位 男孩解释自己正在工作不方便 不料再次遭到对方的警告 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和隐私 男孩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不得不听从对方的命令 踩着自行车急迟而去 很快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一个神秘的快递员出现在他眼前 男孩想询问包裹李庄的是什么 对方却直接拿出手机对他拍了张照片 然后解释这是寄件人的要求 快递员表示只要男孩按照要求去做 对方就会放过他的 就在男孩不知所措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了信息 在发送了箱子上的数字之后 对方又给他发来了一个定位 男孩即使百般抗拒 但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 他只能顺从 充当起送货的工作 他沿着指示行动 很快来到指定的酒店 然而 当他敲响房门后 里面的大叔却否认购买了任何东西 还警告男孩再不离开就会报警 这时 男孩的手机再次收到消息 按照上面的内容 他念出一个女人的名字 大叔立马打开了房门 他非常警惕地观察了四周 随后把男孩拉进了房间里 大叔误以为是自己妻子送来的蛋糕 可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解释 他开始变得情绪激动 只好拿出自己手机给大叔看 正当大叔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服从安排时 大叔自己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立马表情凝重了起来 二话不说急忙进入洗手间 男孩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询问神秘人是否可以离开这里 却遭到了对方的反对 还要求他拍摄大叔的照片 见到大叔从洗手间出来 男孩也只能拿出手机 大叔此时非常焦躁 表示神秘人刚刚要求他们两个 要一起去执行一个任务 显而易见 大叔也被神秘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和男孩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于是 两人来到停车场 找到了对方指定的车辆 然而男孩并不会开车只会开飞机 司机的角色自然由大叔来充当 两人开始沿着导航指引前往目的地 交谈间 男孩得知大叔因为在酒店狂欢一夜 收到神秘人的威胁 他本来拥有幸福的家庭 为了不被老婆发现 大叔如今只能听从神秘人安排 男孩感到非常后悔 他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大叔 他们原以为完成神秘人给的任务 就能让对方放过自己 但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 车子行驶不久 大叔发现燃油将要耗尽 无奈之下只能驶向加油站 为了节省时间 他让男孩去里面结账 然而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 男孩不小心把钱包里的几个气球滑落 这一幕正好被一名女顾客看到 当男孩走出加油站时 发现那名女顾客在向大叔投诉 因为他误认为大叔是男孩的父亲 让大叔好好管教男孩 不料这东西居然是大叔的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大叔只好礼貌地把女顾客送回家 也因此改变了原定路线 很快 两人同时收到神秘人的警告消息 命令他们立刻掉头 但大叔担心女顾客会发现猫腻选择报警 大叔只好硬着头皮提高车速 在一阵逆行狂飙后 终于顺利将女顾客送回家 幸好 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了神秘人的指定地点 在他们一头雾水不知何去何从时 又收到了神秘人的消息 他们按照要求开始检查蛋糕 却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手枪 显然是要他们做一些违背祖宗的事情 与此同时 手机再次响起 看到这 他们终于意识到 对方的目标是前方的一家银行 他们就是来抢银行的 这可把男孩紧张到说不出话来了 大叔不等男孩反应 立马抢走了当司机的名额 他可不要抛头路面去做劫匪 而且还说了个男孩无法反驳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在大叔不停地催促下 男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了车 此刻的他紧张到无法呼吸 但为了保守秘密 他只好走进了这家银行 在小心地观察四周后 他毅然决然掏出了手枪 对惊恐的银行工作人员喊道 在男孩的不断催促下 工作人员被迫拿出了现金 此刻的男孩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张 甚至紧张到已经当场尿裤子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完成了抢劫 两人匆匆离开现场 然而行驶不久 却遇到了前面在修路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们也只能按兵不动 很快 他们就听到身后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 仿佛噩梦才刚刚开始 男孩感到不安 但此刻他别无选择 只能祈祷警方不会注意到他们 幸好这时绿灯亮起 警车从他们身边驶过 终于让两人松了口气 这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信息 指引他们到一片荒野 对方告诉大叔必须销毁汽车 让男孩独自前去交付钱款 这波操作把两人给整猛了 虽然他们不明白对方的计划 但仍认为自己应该还是安全的 只要完成任务就能结束这场噩梦 于是 男孩独自踏上了旅程 进入一片荒凉的树林 按照导航的指示 他穿越茂密的枝叶 终于发现一个神秘的小伙 对方显然也很紧张 喝了一口82年的酒精 见男孩逼近 急忙示意他停下 然后从旁边的箱子里拿出一架无人飞机 神秘人似乎是要进行神秘的直播 这时小伙走向男孩 问他是否拿到了搏斗的奖金 男孩对此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对话让他目瞪口呆 话音刚落 小伙开始脱衣服 很显然 小伙也不知道何事才能结束 看着头顶的无人机 男孩感到崩溃 很快两人同时收到了决斗的短信 必须有一方断气才算结束 就当小伙准备冲上前时 男孩反手举起手枪 小伙当场傻眼了 好家伙不讲武德 他急忙请求男孩冷静一下 毕竟自己也只是被胁迫的 然而下一秒 男孩突然把枪指向自己 表达了自己不再愿意受到威胁的态度 但他万万没想到 枪内竟然没有子弹 小伙也立马换了副面孔 发疯似的冲向男孩 开始了一场生死搏斗 而无人机见证了这一切 另一边 大叔回到了家中 看着熟睡的女儿 他后悔不已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当他以为一切又回到从前时 神秘人再次发来信息 他误以为对方在嘲笑自己 然而当他打开卧室门时 发现妻子正在看电脑 对方居然没有遵守承诺 将所有的东西都发了出去 与此同时 男孩也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树林 显然 他成为了最终的圣者 可在回家路上时 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他的丑闻还是被曝光了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未能保守秘密 男孩再次收到信息 丑陋的头像似乎在嘲笑每个人 电影在男孩惊恐的目光中结束 如果当初选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当你试图与骗子讲信用时 你已经成为他们手中的猎物